很多人爱打高尔夫球 虽然高尔夫球好玩 但是人的一杆挥出去 万一打到球场旁边居民的财产 该怎么处理呢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高尔夫球已经成为了 时下很热门的社交运动 越来越多的华人 也加入到了高球的行列之中 在体验运动乐趣的同时 也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麻烦事 帅气的挥出一杆 很可能球就击中了周围居民的财产 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打球的时候 常常会打到左边或打到右边 打到人家家里面 把人家屋顶啊 车子啊 甚至人体受伤啊 这些我们以为 他们这个保险会赔的 但是商业保险呢 是因为你们自己的player 因为你们打球打歪了 是你们打坏了 所以你们自己要赔 不过我刚刚也讲了一样 你们的hold on insurance呢 也会赔 如果这些damage 如果你不信住在旁边的话 你如果找不到人的话 这时候呢 你的自己的房屋保险 会赔上你自己的屋顶 但是它有个自负额了 当然你打到汽车的话 是你的汽车保险来做一些理赔 如果你有全保的话 不过我们也这样讲啊 这个你即使这个职业选手 他们打了个PGA职业选手 也只有66%的开球的机会 能打到球道上 第一球打到球道上 所以我建议呢 如果是你们这些 这些非职业的选手 就像我们 如果你不小心 打到邻居的话 因为我觉得高尔夫球 是一种训练品德 耐心的 非常好的运动 我希望大家 华人球友 可以把自己的 这个资料手机 放到人家家里面 做一个联络 或主动的去跟 跟这个球场 做一些做一些理赔 当然是你们自己 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们自己 买房子的时候 最好不要放在右边 球道的右边 因为多半的新的球友 都会叫Slicer 就是打球 多半Slicer到右边 又取球 所以造成很多房子的 Damage 或打破人家玻璃 最好这是在什么 就开球的后面 我觉得那是最好的 买房子 又漂亮的风景 又能够享受这些了 看来保险器中的知识 还真是不少 民众打球的时候 也要注意安全 如果打球不小心 伤到了球场周边 居民的财物 也请文明地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诚实地承担责任 营造和美的社区环境 周天频道采访报道 请文明地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请文明地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请文明地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